最近吴子佳的美丽岛电视报 说78.8% 支持赖金德奖的两国不相隶属 对 可是那个时候支持台独的 我跟你讲不到一 然后支持统一的99.99% 就这样 如果是川普上来 他就会完全颠覆式的做法 这个反而造成了 在两岸统一上面 变成了一个机会出来 对 就是好像有些人讲赖金德基督 造成集统一样 有点吊诡的情况就出现 但是我们看双方各自都有的筹码 台湾是最没筹码的 台湾最没筹码 然后狠话去放的最狠 然后美国的筹码 就是现在要慢慢武装化台湾 但是这个也需要时间 也需要成本 然后大陆的筹码就是现在 大家都在分析的 基本上已经形成的那个 如果说最近蔡正元的讲法 是三天之内能够解决 这个随时能封锁台湾的一个 这个政势 那么可不可以说未来 如果说真的要解决台湾问题 过去老师是最早就讲 武统开始核统结束 可能最有可能发生 那么这个现在可不可以说 大陆大概对台的想法 如果最后用到这个所谓武力这个工具的话 大概也就是封锁台湾和精准的斩首 双管齐下就是以这两个为主 大陆如果要封锁台湾 第一个前提 总统是川普 封锁台湾 才会引出川普来跟大陆 吵架 那是刚刚讲的 最后就后撤 对对对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第二个 大陆要封锁台湾 他必须要事前做一些事情 所以蔡正元的三天论 相对蔡正元的三天论 苏子云提到的是五个月论 五月论 差好多哦 五月论 他说台军可以撑到五个月 对然后美国就会 美军就会来援助台湾 台湾就可以逆袭成功 反败为胜 苏子云这个说法 我认为如果川普选上了 根本不会存在 因为川普不可能派军队过了 对 所以他的什么五月论 你等个十个月都没有用的 何况台湾怎么可能 撑到五个月 台湾一个孤岛 西太平洋的孤岛 你怎么可能被封锁五个月呢 以台湾人民好逸二劳 对对对 封锁 不要说五个月了 封锁七天了 你断电断水断水断网 台湾人民就受不了了 还有五个月了 对对对 恐怕三五天就受不了了 所以所以就说 基本上蔡正元那个理论是有道理的 其实那个理论就是我谈到的武统开始 和统结束的所谓的战术版 我那是战略官 蔡正元正是战术版 那三天当然要把它精致化 要怎么谈呢 他第一个就是封锁 一定是封锁 那第二个一定采取所谓的速战速决的斩首行动 因为封锁的坏处就是会夜长梦多 对因为你一旦封锁 那就像当年重庆被包围的时候 解放军不是包围了重庆吗 那蒋介石就马上要报复啊 对对对 他就到徐渊局啊 然后审罪啊 他们在重庆里面就开始 开始抓 大肆的抓政治犯杀人 进步群身 进步人士 然后抓地下党员 对不对 然后全部关在扎子洞 对 部分的移到白宫馆 那最后在解放军进城之前 他们被杀 把这些人全部杀死了 就这样嘛 对 所以如果采取这个做法的话 秉重啊 我们是见不到统一的 我们是见不到统一的 我们一定是在统一 之前我们就已经被杀了 就是江姐那个角色 秀红尺的江姐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那现在尤其沈柏阳最近 不是又提出来要修 不只沈柏阳 今天又有一个邱世伟 也提案修改反渗透法 意思就是说要加入一个叫叛国罪 他认为现在不够别人 叛国罪基本的道理就是两国论 就是一中一台两国论 他的国就是台湾这个国 对对对对对 他的国就是台湾国 借中华民国壳的台湾国 然后你就叛国了 需要叛国罪 而且这个抓是很快的 直接送高检 就是说 他就被内乱外患来处理 对对对 直接高检署来起诉的 不是地院 ejemplo 而且他会极尽能事 就是先把你完全抹掉 把你完全的抹黑 然後也就是說他會在封鎖時間太久 他在島內就會進行整肅工作 就跟他空訊的例子 會配合他的整肅工作 因為他們雖然最後都是要投降的 但是整肅的越多 他們將來投降以後 他們就會身居高位啊 因為他已經把原來在島內艱苦在第一線 支持統一行動的人 他們已經先把他們除掉了 然後再自己倒過來說 我現在投降 哎呀對了對了 就像當時的周佛海一樣嘛 對不對 周佛海是大漢奸 排名在第四號的大漢奸 第一個是汪精衛 第二個是他老婆陳必軍 第三個是他行政院長陳公博 第四個就是周佛海啊 可是等到 等到蔣介石軍隊快要進入上海跟南京的時候 周佛海就先投降了 然後投降之前也是殺啊 還一些所謂的抗日分子 或者殺漢奸的這些人都都殺啦 殺了以後就覺得沒有敵人啊 沒有敵人 所以一旦國民黨來了 他們就身居高官嘛 一樣啊 所以為什麼在國民黨軍隊正式來台灣以前 台灣先發生228 比總想通了吧 228就是那個時候 那一些原來在日本殖民時期吃香喝辣 他就卡住了台灣本土派的代表 他們來代表台灣 然後我們再來投誠國民黨 然後國民黨也就依附他們 國民黨統治以後 依靠他們統治 他們一樣是特權階級 他們一樣的吃香喝辣嘛 對不對 那所以這些都是歷史上斑斑可考 他們就這種操作法 所以他不可能封鎖太久 封鎖久了一定會夜長夢多 會出事的 而且封鎖久了以後 集資統一了 你要知道 那時候望風來歸投降的 都是一群垃圾 都是一群砸碎 你知道嗎 你要這些人幹嘛 所以他必須 要加入蔡政元祥的第二點 就是封鎖了以後 數戰數決 所以蔡元祥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啊 他說現在對很多 重要的民進黨或台獨的 那些罪魁禍首 他已經掌握了你的定位 跟你的動態對不對 所以一旦封鎖了 就必須很快的進行定點清楚吧 這是第二步嘛 那第三步當然 就是跟美國談判 要美國不要來吧 那跟美國談判 尤其跟川普這樣的人談判 那是更容易的 你就要有兩手吧 一手跟你談交易吧 另外一手 我要把我的航母擺在那個地方吧 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一次的聯合利劍 聯合利劍2024B 你仔細想想 我們事後仔細想想他的運作 佛小書籍5點 到了傍晚6點結束 然後沉冰在台灣的東海岸 這個叫做給美國看的嘛 然後遼寧艦航母 他比這樣的飛機 艦載機的次數過了紀錄 就是要告訴你美國嘛 而且馬上連山東艦 福建艦都會進來了 所以他要跟川普政府談判 就這樣子談啊 只要美國不來了 台灣被封鎖了 然後罪魁禍首被斬首了 你的封鎖了 那時候台灣支持統一突然變成 對 變主流 支持台族的現在80%吧 最近最近那個吳子嘉的那個 美麗島電磁報說78.8% 支持賴清德獎的兩國不相隸屬 對不對 這就是支持台族吧 對不對 好那將近八成了 對 可是那個時候 支持台族的我跟你講不到1 嗯嗯嗯嗯 然後支持統一的 99.99% 就這樣 就像臨桌水那種比較硬的 還在支持台族 不肯投降對不對 就少數了 嗯嗯嗯嗯 所以那時候你看現在喊的很大聲 那些人到時候都 都擺了另外一個年齡出來啦 所以你變成三個嘛 所以我把它精緻化以後 嗯 把蔡正元講得精緻化以後 他必須有三點 這個戰術上有三個動作要做 嗯 老實講得非常的清楚 也是都做得到的事 而且是 而且是在聯合利劍B的時候演練過的 這包括蔡正元委員 他的這個理論 他也是根據 根據聯合利劍B 確實演練過的 來得出的結果 齁